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而每一次新款上市越野爱好者都要期待很久才能够等到进口上市 最近新款林木吉姆斯终于在加拿大上市了 不到两天仅40个小沙就抢扣一通了 新鲜的军绿色车漆夺人眼球国内只有过过眼福的份了 要说为什么林木吉姆斯在越野车当中有着这么高的地位 说白了还是优秀的性能动力和很高的性价比 先拿性能来说吧 虽然是一款小型越野 但是所有越野车的配置它身上是都有的 比如最基本的非承载式车身前后硬桥 这是一辆越野车最基本的框架 除此之外 它还可以实现前后轴硬性连接的分时四驱系统 这样的配置可以让它在非公路条件下保持高速 但是这些还不足以让一款20年都没有更新的车 在进口车型当中保持销量冠军 它成熟的技术让林木吉姆尼几乎是具备了越野车所有的优点 比如超短的轴距以及超强的避震能力 让这台小型的越野具有着无与伦比的通过性 自它诞生的50年来 林木吉姆尼只更新过三代 这次第四代的林木吉姆尼更新的更大的原因 是因为老款内饰过于古典了 足以见得这个林木吉姆尼在技术上是有多么的成熟了 另外新款还配备了三套动力系统 分别是0.6T 植叶三缸 1.0T 植叶三缸 以及1.2升自然吸气三缸发动机 这样小巧舌身夹载大动力机械 翻身越野更是不在话下 新款的林木应该还会再加装一些新型的电子辅助系统 比如说陡坡缓降 坡道起步辅助和特殊的越野稳定控制模式 总的来说 吉姆迷这20年没有白等 国内的朋友再多点耐心吧 谢谢观看 发并 Funそれ以往 这边的茅巾